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作著一個很好的展示的空間 在這邊不單是可以欣賞靜態的 常有動態的藝術表演 對 我們現在就是每個月會有固定 比如說像戲劇表演講座 今天要學第一個單字老師 應該會很受用 就是戲劇 戲劇的客家話就是 再教你一個好不好 雖然你這邊是咖啡廳跟英文空間 但是其實在這邊有在地的美食 那這個餐廳的客家話就是 蠢堂 比較難一點對不對 對 那個嘴巴會蠢 蠢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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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當然囉 剛才老師你有提到 像這邊經常會有舉辦一些 藝文活動 藝術表演這樣 所以我們來學一整句話 教你之後可以來跟鄉親問候說 這間餐廳常有藝術表演 蠢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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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蠢堂堂 蠢堂堂 有的時候其實學藝人 也跟你們唱戲劇跟唱歌一樣 記得他的那個旋律這樣 老師可以再帶我來參觀一下嗎 OK 沒問題 哈囉 各位朋友們 我們今天在關西老街認識的冯老師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藝術家 當然囉 我們也認識了許多新的詞 一起來複習一遍囉 來看到第一個詞 就是我們生活當中常常會遇到的餐廳 蠢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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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個呢 就是戲劇 蠢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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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個我們來挑戰一整句話喔 來看到這整句話就是 這間餐廳常有藝術表演 蠢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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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記得馮老師用唱京劇的方式 讓我們學習客家話 記得得更快喔 好了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